没有爆发战争 中共假讯息已经四处流窜 挑动民心 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 周四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备巡时 点名中共资讯战已经开打 国安局指出 中共正复制俄罗斯 并吞克里米亚岛的模式 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 包括加工新闻 回销台湾刻意扭曲争议事件 改变台湾民众认知 把陆媒捏造的不实讯息 扩散至台湾社群媒体 以及论坛 并指导同路媒体 散播争议讯息 分化台湾民心 中共直接 对在台陆媒或同路的媒体 提供特定报道内容及方向 散播分化台湾民众 向心的争议讯息 电子媒体有没有 有 平面媒体有没有 有 网路的网红有没有 有 有谁媒体他要登重要的新闻 涉论的报道之前 先传真或传讯息 给对岸北京同意他才敢登 我们最近确实 掌握到这种情知 国安局副局长 陈文帆透露 台湾一天至少有 两千则以上的争议讯息 假讯息 罗志正要求相关单位 在必要时 公布哪些媒体 和中共同路 时代力量立委 则把矛头指向望中集团 对于中共同路媒体台湾几乎是无法可管 黄国昌要求各单位立刻推动修法 不足法律漏洞 新唐亚特电视程 我会网黄10台北报道